马丁是位来自英国的电脑工程师 在澳洲他结识了一位中国姑娘 但他万万没想到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歌星神小层 今晚八点我们听记忆说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歌手神小层 红遍了大江南北 专辑的发行量只逼两百万丈 而央视的春节晚会更使得家喻呼啸 十年之后 内地歌坛受到了港台风的冲击 为了寻求新的发展 神小层去了澳大地亚 你在国外收获了 同样在国内一样的观众的喝彩 我还知道你还收获了爱情 和自己的老公也是在澳洲认识的 这一点来说是我的又一个收获 又一个幸运的地方 又一个幸运的地方 我到了澳洲第二年 我就在一个派对上面 偶尔的看到了有这么一个小伙子 在我面前闪过 我想他还蛮 handsome 就是蛮可爱的这么一个形象在我身边晃过 但是外国人 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在意 但是他给我这么一晃的印象蛮深的 就晃了一下 目光有对视吗 目光有点对视 但是还没有那么放电出来 后来呢我就因为我在那晚是作为嘉宾表演嘛 就是当我唱完歌以后 他就主动的就走到我的桌上来了 他说你刚才表演非常好 就夸奖了我一句 他说待会能有时间跟你谈谈话吗 他说就这么问了我一句很有礼貌的 我说好啊 就这样 当时我是真的说我刚我还初出到国外嘛 就说英语真的是非常差非常差的 就是我真不知道 我说好 我说好了以后我自己在想 我的天哪 如果真要交谈 我怎么跟他对话 我当时还在说 我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呢 但是我又不舍得放弃这么一个机会啊 所以呢就完了以后呢 就这样呢 就是这次呢是我走到他的桌前了 就这样子 就我们俩呢 就是Hiya Hello 就这样子 我只能说非常非常simple 非常非常简单的交流词 所以呢他也看着我就非常和气 就是问了我 他说我不相信你是中国来的 我很想就知道你是不是 就是他说是不是纯的中国人 我说是啊 我说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 就说哦 他说他很interesting 就是OK 他说那能不能有你的电话联络 他说我能不能有机会给你电话 咱们出来喝一杯这样子 就这么一个开场白 就我说好 就互相就留了电话以后 也就分手了 这个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一般的中国的女孩子 会比较含蓄一些 而且呢可能在出国之前 长辈啊也会叮嘱啊 要小心 像这样的人啊 第一次见面就要留电话 但是那天你没有过多的考虑 这是缘分吗 还有他那个晃来晃去 后面有求证过 是故意的吧 对后面有求证 对当时就我我我这个人的性格呢 是比较热情 比较就是怎么说啊 就是大大咧咧的这么一种性格 连我的笑声都是哈哈大笑的 你也很接受西方人这种直接的方式 对对对我就是就怎么说呢 就是我我我当时就觉得 哎嗯这个没没没没 这形象很好 就是就就就这种这种人 就这种形象的男孩子 我哎呀我我很能接受 就是说那谁先约的谁 嗯隔了大概有三四天 说实在的我真的我蛮渴望 他会给我电话 就是说真正就是说 能够约我出去喝咖啡 因为我我从心理上来说 我很愿意跟这样的朋友交往 这样的又反过来 但是我又害怕自己 我不知道咱们的谈话 能不能进行下去 我也很怀疑自己 当然当然我就说不管了 我就能够知道多少单词 我就用多少单词 我就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就很渴望他能够给我这个电话 我我等了三四天了 真的见过他他来电话 他首先约我的 他说他说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我今天是要晚上才去表演 我说我下午我是我是在家的 他说那我下班还能不能有时间 咱们出去喝一杯这样子 我说OK好 这个我能懂 是那个接电话之前 一看一接是他的声音 那个心蹦蹦跳 真的真的蹦蹦跳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还心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的心现在还在蹦蹦跳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 嗯 沈小森同志 你恋爱了 真是就第一次交往就这样的 这个小伙子名叫马丁 当年的他很阳光很英俊 随着交往的深入 沈小森发现马丁总是那么兵兵有力 对父母也很有孝心 是那种让人从心底能依靠的人 身在异国他乡的沈小森 真的被打动了 那么马丁呢 他看上小森什么呢 我们的感情在他来说呢 是慢慢培养起来的 因为跟他一起上街嘛 到唐人街 会有很多人主动地跟我打招呼 哎呀 沈小森就叫我中文名字嘛 很多人会中国朋友嘛 都会很主动地跟我打招呼 会很客气 有一次到餐厅吃饭嘛 就是那个 而且餐厅的老板 就直接就买单就买了 就怕把单都买了 发生过几次呢 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种事情在西方人来说 真是没有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就觉得你这个人物很特别 对 他心里很忐忑 这是谁啊 我这女朋友是谁啊 他觉得你这个人物 就是说很特别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 会为你做这么多的事情 也可能也加深了 他对我的一种尊敬意吧 我想 你有问过他 到底是你身上的什么特质 吸引他 他爱你什么 你问过他 我问过他 他说有几点 他说他蛮喜爱的 他说他就是喜欢我这个 比较随意的这种感觉 自由的 对 比较自由 比较奔放 而且比较健康的感觉 我的皮肤一直是黑黑的 他说他喜欢黑黑皮肤的女孩子 另外一个就是他觉得我对事业 对在国外的自己的职业的一种 专业的精神 他说我也喜欢你这一点 因为我都看着你的每场表演 你的准备 他说你很专业 很professional 他说他很喜欢这样的这样的人 他说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喜欢上我的 而且对我来说 就是把我们更靠近了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令我也蛮感动的 就是说我在澳洲吧 我是第二年 就我开办了一个 我的一个歌唱的训练中心 在我开张的那天 就是说因为要很多朋友来捧场 我也请了很多的新闻媒介 就是说来参加我的神小层 歌唱训练中心的 这么一个开幕的开幕仪式 当时就说我在请帖上 就写了就某某某某大楼几号 几楼 但是我忽视了一点 我们这个大楼呢 它有两部电梯 一部电梯是走单层的 一部电梯是走双层的 我这一点就没写清楚 就是说很多朋友呢 来了以后就抱怨我 哎呀小车你没写清楚 我们都走到那个电梯去了 然后再回过来 再坐这个电梯 当时哎呀我想这个事情 我忽视了 哎呀我想真的抱歉 结果没有想到 他就无意之中就知道了这个problem以后呢 他不声不响的 他就走到大堂的底下去了 去引导你的来宾 去做向导 后来第二天 在悉尼的一个报纸 在悉尼的报纸上发表了这么一个 发表了这么一个感想 就记者 发表这么一个随想 他说沈小辰真是幸福 他的他的title是这样的 他说 他说他们记者看到了这么一个一幕 他说 有一个那么好的男朋友 在为你默默的在干这件事 虽然是小事 但是你每一个嘉宾都会感受到他对你的一份尊重 沈小辰下决心去澳洲发展 最初是因为几个朋友的盛情邀请 因为他们在澳洲拥有好几家酒吧餐厅 果然沈小辰的歌声吸引了无数思乡琴切的澳洲华人 就在沈小辰一帆风顺的时候 马丁却有了新的想法 这段时间里面 在我们交往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又给了我另外一个精神的鼓动 就是他希望我 他说你在这个market是不行的 华人市场是你的起步 他说你必须从华人的市场走出来 走到当地的市场 你才有发挥的更广阔的天气 他这句话就激发了我去 我下死决心去语言学校去上了一年半的TAFE 就是职业的去上课 非常辛苦 白天我就去上英语课 然后回来 我为了我自己的生活 我还得我教课 然后晚上周末我再去表演 就是你可想而知那会儿的 就是这种精神压力是很辛苦的 而且非常非常的忙碌 非常非常忙碌 咱们这个年龄出国本身就不是年轻的时代了 就是到这个年代再去读书 再去上学 没有这个动力的话 我觉得真是很难支撑下去的 因为我觉得我要跟他交流 我要跟他谈更多的话 我必须要掌握更多的语言 我才能让他更多地了解我 我才能保持住我们这个关系 我当时是这种动力 马丁是位来自英国的电脑工程师 在澳洲他结识了一位中国姑娘 但他万万没想到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歌星沈小诚 沈小诚就此改变了 今晚八点我们听记忆说话 最后是怎么样走进婚姻的殿堂 过了也是过了大概的两年吧 差不多两年 英国人可能比较的传统一点 他们都喜欢就是engaging first 就是订婚先 然后过了两三个月再正式的 好像请朋友啊这样的正式的结婚 就这样的 就正式的订婚先 就这样的 举行这么一个仪式 如果当时他就问我 他说如果他说我愿意的话 他说就是咱们 就是咱们就在一起生活吧 就是咱们 但是我必须按照我们 按照我们的方式 他说我想先订婚 哎呀我刚才 我当时听到他这么一说 我心想 哎呀我其实作为我内心来说 这个人早就已经是我 希望能够拜托给他的我的 我的一生的人 然后就在订婚的那天party上面 当他单腿 单腿向我下跪 帮我戴上订婚的戒指 然后就唱了那首我经常唱那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我是当 就是当我做表演的时候 我就经常是我的favor my favorite song 就是他就是引用了一些 里面的几句歌词 对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哎呦真是几十个 当时也是有几十个朋友在吗 非常非常感动 几十个朋友 真是站起来这么为我鼓掌 这么一种场面 真的只有电影里才能看到 今天就是实实在在的 在我面前展现了 你说一个女人多幸福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 还特别的沉浸在那一刻 既然即便结婚 我们现在已经 中国年代干吗 老父老父 我跟他结婚十二年了 结婚都已经十二年了 我跟他认识差不多十四五年了 你想想看 很不容易啊 就能够保持这种 这种婚姻的状态 能够始终还是 还是那么好的状态 我觉得真是很不容易 真的很难 然后他呢 他老是会给我一种惊喜 还有个小故事 我带了一个东西 我给你看 听沈小岑讲 他们夫妻之间的 这种故事的时候 我感觉 你现在根本不像是 在说老夫老妻过去的事 你还是像一个 恋爱中的小姑娘 还是 你